常聽爺爺說 為喪之道 誠信是經 信譽至上 在沒有錢的時候 把情捨出去 這叫天道酬勤 在有錢的時候 把錢捨出去 財善人去 人氣旺 葉辛龍 這叫 喪道酬善 我叫鄭瑞豪 是一名台灣商人 祖籍福建 目前經營一家貿易公司 主營兩岸之間的業務 近年來 從商業模式到運營管理 公司的發展 陷入的瓶頸期 公司的前路 該何去何從 我的心裡 已偏銘 爺爺說的 喪道酬善是個字 一直環繞在我耳邊 他說這是 山西運程理性人家 告訴我們祖輩的 而我始終 沒有理解其中的奧謂 我決定踏上 前往三星底嘉大院的真誠 希望能解除 我心中的迷惑 從而探尋一下 晉上文化的 從商之道 底嘉大院位於 山西省運程式萬榮縣 嚴景村 是國家4A級旅遊景區 原有院落20組 房屋280間 佔地近1000畝 建築面積10萬平方米 與喬家大院 王家大院 並稱為 晉上三地連 步入李家大院 暢陽期間 我不禁被古色古香的 傳統名居 照些刺文的巷漠老街 奇妙絕倫的 磚 木 石雕 中西合併的建築風格 所震撼 很多人 一進李家大院 就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好奇 李家的財富 從哪裡來 如何建起 如此揮紅的高牆大院 李家 能夠興旺發達 其中的答案 也許就專刻在 大院裡的 雕梁畫柱之中 當我踏進李家大院的 祠堂 映如眼簾的是 祠堂裡供奉這三樣 看起來 登不上大雅之堂的 硬東西 一個波及 一捲土布 一個軍羅 原來 這三樣硬東西 是李家先祖 從陝西韓城 逃難到近南 得以扎根的依障 當時李家先祖 就是憑藉著幫人 殘破己 扎裸底 渡過了難關 所以把這三樣東西 奉為傳家寶 移情事後人 勿往先輩 創業之艱難 珍惜來之不易的財富 經過一代又一代 堅苦卓越的努力 一代又一代 棄而不捨的奮鬥 直到第七代 李家的家道 才逐漸淫實 艱苦創業 誠信進取 乃是李氏家族的 利根資本 一直延續到 第十五代道智輩時期 以道行 呈留學因果 思想開放 取楊媳婦 改門規 實行股份改革 有錢均賺 股份支的實行 改革與修改 是李家最具特色 也最具創造力的管理機制 也是 競商了不起的創造和貢獻 人人可以當公家 有錢大家賺 這樣的勞資制度 放到當今的企業 也許同樣 是一種起敵和借鑑 是一種起敵和借鑑 俗話說 無規矩不成方圓 企業想要長久不衰 沒有規章制度 肯定是不行的 李氏號規共記載了 實不許 試傷實要 作為全面統俠商號的法規 要求人人熟悉並遵守 而且散發分明 一絲不苟 當我看到李家一套 信呼苛刻的管理好規 那一刻 我竟然有了深深的觸動 反觀現在自己公司的規章制度 是否能經得起 時間的推敲 而我一直想解惑的是 商道醜善 在李氏家族的發展史上 又是怎樣的體現 帶著這些疑惑 我拜訪到了李家大院 文化研究部部長 張剛仁先生 他從事研究李家文化三十多年 對李氏家族的興衰隆 有著非常細緻的研究 來到功德堂 一面的一副對聯 深深吸引了我 首東平王格言 不外為善而至 尊司馬功道遜 只在積德一端 你現在來的是李氏家族的功德堂 這功德堂呢 存放的是官服和百姓 對李家的贊育 一共有十塊牌匾 四塊碑石 你看中間 滿屋的功德牌匾 述說著李家人 世世代代的善舉 李氏家族 歷世數代 服務為祭貧 震災救荒 在長期的摘荒之時 他們堅持四周 做到了讓嚴謹村 薛墊村 無一人二死 無一戶變賣家產 除此之外 李家人還致力於 抗洪 抗旱 防瘟疫 打深井 修道路 建廟宇 助教育 保民生等等 一塊塊沉墊墊的牌匾 一座座屹立不倒的德行碑 一幅幅滿懷感恩的 體制條幅 一條條刻苦鳴心的 迎連絕句 深刻記載了李氏家族 百年行善的壯舉 既維護了一方穩定 弘扬了傳統美德 又進化了後輩的心靈 這是怎樣的一種 家國情懷 利於一方 心系天下 先天下之憂而憂 在李氏先祖心裏 家國是不分的 家好 親領好 國財好 國安 世道安 家財安 原來我們能夠身體力行的善 具有如此深刻和宏大的意義 張剛仁先生講起這些善句詞的 神采與自豪 生動演繹著他對後世巨大的撼動 和深刻的影響 李氏家族世世代代為何能把善 堅持下去 應該就和他們的家訓有關 李氏家訓的十六條就是教育子孫 敬祖先 孝父母 和兄弟 孝子孫 牧中族 和清靈 守國法 秦力作 勿農業 去奢侈 廚藝端 敬賭博 敬吸毒 正倫倫 聖婚佩 行善道 而行善道 最後壓軸出現 可見他的意義之重 咱們現在來看看這個李氏家族的這個善子 這個善子呢是 一共有三百六十五個善子 善不土暴 看著這三百多種善子的寫法 我突然明白了 善舉正如這些字一樣 它多種多樣 是不需要形式的 任何人 任何時候 都是可以行善的 李氏家 之所以能有如此家業 是因為 萬事善為先 心有他人 與人為善 是家族和睦的源泉 善道愁善 是家業發展最穩定的根基 這一刻 我的前路 豁然開朗了 懷著滿心的歡喜與感恩 我踏上了我人生新的真誠 李氏家族的德行善舉 誠信進取的敬傷精神 我深刻的明白 善道愁善 其精神內涵 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和先進文化的體現 反映的是 根植於中國人 內心的修養 是李他 李天下的 偉大情懷 我找到了 心中的答案 此行 飛去 我覺得 李天下的 小家最聰明 事項